红橙黄绿 黑白紫 色彩斑斓惹人爱 鹅肝 火腿 墨汁 香草 芝士 中西河壁诱人馋 驴皮汤 蒸褶脑 烤水果 出火鲜 花样烹调 开眼界 新卤菜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中国八大菜系 卤菜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画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汉代的墓葬中常常有雕刻的画像石 山东诸城画像石中的刨除图 将打猎 捕鱼 宰杀猪鸭 用露露打水等当时围绕厨房的各种活动 都呈现在画面里 图像证实 这些题材丰富的画像石 成为人们了解汉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同时也为中国饮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挂了一排肉食 火腿吧 猪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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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猪头 对 咱们这边是一个灶 特别大的一个灶 这是一个大锅 对 这个人在烧灶 把柴火放到灶里 就微妙微笑 是是是 这很真实 这些画像石 桃涌 红桃 彩桃 黑桃 见证着古人的饮食 也见证着鲁菜的演变 发展及传承 齐鲁人讲究宴客 从座位 喝酒 上菜 都非常讲究 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一家 以齐鲁宴席文化为主题的餐厅 进行体验 这道呢叫 观艳烤酸奶 烤酸奶 对 今天咱们这个 为什么要把这个酸奶烤着吃呢 是因为是在餐前吃的 它对我们这个肠胃 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养护的作用 所以说呢 这道菜也是我们的一道创新菜 酸酸甜甜的烟台七霞苹果 不同的是这里 苹果是烤着吃的 热乎乎更加生津养味 这道芒果跟山药 通过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甜品 清新可爱 哇 QQ的 这个有多少刀啊 686刀 一米以上 缩衣供笋 是从经典卤菜缩衣黄瓜创新而来 此菜将煮出的工匠精神 体现得淋漓尽致 供笋是一道养生食材 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 具有保护甘胃的功效 这里面的海参都是活海参 而且这个海参选用的是我们的刺身 它本来是这种特别QQ弹弹的这种感觉 我们来冲浪啊 冲浪一下吧 创新菜总能给人惊喜 用惊心慢熬12个小时吊制的农家散养土籍青鸡汤 就这么一冲 焦东火海参在鸡汤里翻滚 是不是有种冲浪的感觉呢 海鲜旺并不是毛血旺 用菠菜枝条制的焦麻的口味 与地道的焦东海鲜相结合 更加激发了海鲜的鲜味 薄饼 小葱 剁椒 黄瓜丝和香菜 乍一看以为是烤鸭的配菜呢 再仔细看看 这可是华炒鰻鱼丝 这非常符合山东大饼卷一切的气质 这是鸽子呀 这不是粤菜广东菜的一个代表吗 有太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了 其实山东历来也吃这个乳鸽这样的一个传统 像我们山东的德州啊 辽城 它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养这个鸽子 然后也有吃乳鸽这样的一个习俗 习俗 对 而且可能这历史很悠久了 是吧 而且做法也是多种多样 像这个烤乳鸽它只是我们做法其中之一 这白白胖胖的圆球里面 藏着海参 虾仁和鲍鱼 这道创新菜从经典卤菜芙蓉鸡片改良来的 火候手艺得到位 才能做到皮不粘馅 洁白软嫩 这黑乎乎的又是什么呢 酥脆的外皮带着浓浓的蒜香 墨鱼汁非常完美地体现外表 鸡香大蒜粒则是挑逗味觉的高手 掰开 里面雪白鲜嫩的是山东的舌头鱼 形状像不像一个大舌头呢 好鲜啊 这个是什么 A盒叶 大盒叶 对 大家看一看 三 二 一 大面包 这个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大烤面包 你觉得我们能紧紧的是放一个烤面包在这儿吗 里面内有乾坤 内有乾坤 哇 这个还有揭秘啊 富贵荷香鸡选用了农家散养小公鸡 包裹大明湖的荷叶和酥香面皮精心烤制而成 一层层打开后 鸡肉油润光亮 酱香软糯 散发荷叶清香 只有大块朵仪才能品味出这道美味的精髓 山东有三宝 鹅椒 海参和海淡 很多餐馆用鹅椒入菜 凉菜的鹅椒猪手 鹅椒驴肉 鹅椒银耳肘花洞等等 鹅椒菜品花样百出 而这道用驴皮研发出来的新鹿菜 让人耳目一心 当时这个就驴皮来做菜 这个是还没有的 我们当时研发团队研发了十个多月 将一年的时间把这个菜给攻克下来了 而且这个菜呢 是目前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菜 将驴椒和驴肉稳火微制十几个小时后 上桌前加入黑蒜再蒸制四个小时 让食材的营养完全融入到汤里 入口有微微驴椒粘度 店里的招牌甜品鹅椒驴奶酸奶 一头驴一天只产半斤奶 所以驴奶是非常稀缺的 每天新鲜出炉的驴奶酸奶绵密细软 再配上自制的鹅椒酱和山核桃口味一流 这也是咱们如采总做的焦豆八仙之一 这个鲍鱼有多少年了呀 那这个基本上 十年 要在八年以上了 八针 生鲍赤叶 那个鲍是指的干鲍 因为当时嘛 受到这种运输条件 还有这个冷藏技术的限制 所以当时只能吃到干鲍 干鲍吃起来它有糖心软糯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用的是活鲍鱼 但我们能把这活鲍鱼做出干鲍的口感 在郊东 大海中的水精灵海蛇 也可以做出一桌宴席来 蛇头 蛇皮 蛇边 蛇脑 蛇血 蛇里子 不同部位配有不同喷发 金丝蛇是海蛇裙边的部位 一整张蛇皮只能出很小的一部分 搭配产自日本京都的无精一起拌制 爽脆海蛇和无精的芥辣味道 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有开胃和消食的功效 海蛇海分南蛇 东蛇 北蛇等品种 东蛇产于山东烟海 又有沙蛇 绵蛇之分 此道菜选用绵蛇 因其肉厚脆香有嚼劲 与香醋的相遇堪称完美 海蛇里子是海蛇的内膜产量极低 是所有海蛇中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 并且只有海蛇新鲜的时候 才能撕下内膜 如极品牛肉越嚼越香 同时具备海鲜的鲜美和肉的口感 和东北的酸菜一起汇炖 妙不可言 海蛇脑是海蛇最精华的部分 有软化血管的功效 海蛇脑数量少且不易保存 过去只能是瑜伽人独享的美味 现在厨师在芙蓉里加入了少许的黄酒 增加了淡淡的酒香味道 蛇脑用来炖豆腐或者炒鸡蛋 做蛇脑鸡蛋汤 口感绵柔滋味鲜美 卤菜少不了大虾的出席 野生博海丸大顿虾 以虾脑红艳味道鲜美而著称 只有在每年清明节前后才能够补到 配以山东北方的萝卜一同烧制 萝卜充分吸收了虾的鲜香味 比虾都要好吃 这道由大虾烧白菜创鞋而成的汤菜 让人一吃便会爱上它 我的艳法灵感源于清净肺鲜 细容时不方便 附用鲜斗口味又过于代义 经过多次吃质 在两个菜的技术上用于了西菜运输 使菜品口味丰富 山东海鲜文明小孩 尤其以螃蟹为咸 莱州梭子蟹体肥枝状 可儿薄白症 肉色洁白高似凝脂 传统卤菜清蒸肥蟹和芙蓉蟹斗 就是以它为主料制作而成 清幼芝士橘蟹斗 在传统卤菜的烹饪基础上 融入了西餐和日料的做法 配以用沙拉酱 淡黄酱 清芥辣等调制的酱汁 撒上香浓芝士 烤至金黄即可 金改良后 既有蟹肉的鲜香又有芝士的奶香浓郁 用刀叉品味卤菜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鲜香海肠烙饭是我们饭店独有的一款特色菜品 它里边加入了由我师傅多年潜心研制的鲜酱 鲜酱是用长枣的金根小海米 原浆贝丁 海肠粉 猪肥肉等原料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小火熬制而成 焦东是中国海肠的最大产地 海肠在这里有着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 或为主料或为辅料 甚至可以用来包饺子 本地人把吃海肠视为一大鲜美乐事 外地游客来烟台如果不吃海肠 也可以说是王子一行 海肠是焦东独有的海产品 海肠与我们熬制的鲜酱相结合 会产生鲜上加鲜的美味效果 海肠脆嫩鲜美 蝉酱鲜香味辣柔韧多味 山与海的滋味在食客口中交织融合 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食体验 蝉酱融合在海肠捞饭里面特别的好吃 海肠捞饭非常好 我们每次都来点 挺好吃的 做得非常的地道 一道蝉酱海肠捞饭 既有海鲜之美 更能够感受到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可以说是一道交织着地方特产 与故乡情怀的新路菜 这个是纯手工打造的一个铜盘 那这个应该是成鱼的 一般鱼盘会做这么大 对 而且这个鱼还不是一般的鱼 是咱们店的招牌菜塔木鱼 咱们家的塔木鱼是半野生的 比较大 是三斤半 基本上像这么大的它得多少年呢 差不多这么大的话是五到八年 这道夹烧塔木鱼运用传统的酱烧技术 但在酱质的调配上 一改重油重色重味 用酱与酱油的完美配品 用猪油烧制 而且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步 我们烧这道菜的特点是什么呀 因为这鱼的胶原蛋白特别高 然后我们不拉线 就自然收根 把鱼的这个酱烧蛋白充分地冲出来 这道菜在烧制的时候 创新加入了八爪鱼 和大连三到五年半入味十二个小时的野生刺身 自然收支金黄鲜香鲜嫩细滑 欢迎两位来到咱们的全客厅 现在呢就是来到咱们济南空中的会客厅 在303米的高度上 这边呢就是能看到济南的正的南方 济南叫全城 南边比较高北边比较低 都是从山脉当中留下的冷水 而聚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就会有了 有了接下来就千佛山 然后有了大明湖还有宝图泉 对 全客厅的房间因济南72名泉而得名 在其制高点的60层 济南的齐烟9点一览无余满目美景 这个第一道给您上的是一个餐前的开胃水果 南法烤水果料理 它的制作方法呢是来源于法国南部 选用了山东当地的黄桃和李子等实用水果 并在里面加注了百里香等西式香料 腌制于红酒之中 经过低温慢烤而成 蒜天开胃 请您慢用 这里的创新卢菜 大胆地运用山东各地特色食材 巧妙地运用西式的香料 再结合卢菜多样的烹饪技法 精美的摆盘造型 每一道菜都是一件不忍动快的艺术品 表面交连镜面巧克力酱和真子奶油的黑加罗慕斯蛋糕 搭配了开心果脆和薄脆 绝对让喜欢甜品的小姐姐们爱不适口 世界三大美食之一的鹅干 包裹着樱桃酱 济南老字号鹅椒搭配土和黑猪肉 做成了四四方方 旁边还搭配了白云虎的脆藕和烟熏三文鱼 配上由橄榄油腌制的橄榄甜蜜豆 五种特色美味 做出了这道营养丰富 色香味俱佳的养生菜 哇 两位贵宾炸一下 麒麟风土 请您慢用 你看它这个制作非常有意思 它在底下铺了一层的小茅草 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大 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的鱼 这些还有荏汽です 这些好像不太就是 这个鱼是泰山脚下河的脚下河 黄土石也脱下河的材料 这种鱼都是木鱼 我们的来这里 就在这里 那房子里面冇缓宾炸一下 这装发不是乱们的 今天看它是有种子的 这些药重鱼 是不是有种子的 你为什么要不太好 这种药克思法 对此 昨天师在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负担的大块朵頤 马家沟芹菜配上伊比利亚的火腿 荤素搭配 无论从颜值还是营养 包括口感都透着清爽健康 开春之后老起来的第一波梭鱼是开铃梭鱼 用鲜美的龙虾汤蒸制 肥美嫩滑入口鲜香也没水了 低温慢煮的糖心蛋 光看着造型就知道它早已是一颗网红蛋了 当然作为卤菜依旧少不了葱烧海参 这里选用的是肉质肥厚 吃起来弹牙 每头重量在150克到180克大的极品刺身 和正宗辣味小甜味大的张秋大葱一起烧 那葱香浓郁海参入味充足 绝对是一道看家招牌新路菜 选用山东东平湖的小鱼搭配黑芝麻制作而成的创新菜 小鱼是东平湖一种普通的家常鱼 粗菜细作 小鱼经过腌制之后去腥入味 蘸粉挂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均匀的黑芝麻 入油锅炸制 形似桑胜 色泽油亮 黑色如漆 合而观之 整体恰似全于吸油水底 灵动鲜活 意境融入味觉 味觉挑动意境 二者相辅相成 且未相得益彰 我们卤菜当中不仅仅是菜品创新了 我们面食也在不断的创新 与时俱进 而且符合年轻人的心理 是吧 这个拍照打卡 简直太逼真了 唯妙唯肖 它的颜值高 口感好 而且最后的时候 如果说咱们请客吃饭也好 一家人聚餐也好 上这样的一份 事事如意 这个非常美好的寓衣 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 事事如意 鲁菜在不断创新中 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以新时代的鲁菜迎接鲁菜的新时代 这是鲁菜人的一贯追求 2022年1月 新时代新鲁菜2021鲁菜创新大赛奖项揭晓 大赛网络投票数超过1.27亿 成为国内菜系中的热门话题 有食材运用的创新 有烹饪技法的创新 有历史文化特点挖掘的创新 有环保绿色自美概念的创新 还有从摆盘到尘器 这种呈现艺术自美的创新 心非常多 本次鲁菜创新大赛组委会 评出了十大海外新鲁菜创新奖 十大海外新鲁菜最具价值奖 20款我最喜爱的海外新鲁菜等奖项 为鲁菜海外传播开了新局 成为用卢菜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 你比如这个资博出的一道菜 叫广报之交 广众和这个豹书雅 这个他们之间的友谊 挖掘了齐国的历史文化 开发这道菜 把鲍鱼和笔馆鱼 结合在一起来开发一道菜 形容两个人之间深厚的友情 你又比如这个德州 他们当地开发了一道菜品 叫草船借鉴 把一道普通的虾不再选择平堂 而是让这些虾站起来 做成草船借鉴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这一千多道创新菜中 有的承载着浓浓的历史记忆 水浒传故事发祥地辽城 开发出的七星巨异 孔孟故里济宁推出的诗里银杏 有的突出当地特色食材 以微山湖里各种鱼鲜为食材 创作出的满湖飘银 以荷泽牡丹为食材的花开盛世 早中是中国的石榴制度 他们把石榴花跟这个海参 结合在一起 创作出一道菜叫柳花山畜 营造了一个唯美的意境 资博高清县的黑牛非常有名 就推出一道黄河火焰牛肉 还有烟台的菊花鲍鱼 用张秋大葱做的张秋仙虾丸等等 山东的美式文化 真的才吸引人啊 一块五花肉怎样做到风靡全程 一条鱼如何打造销售百万的神话 从餐桌一道菜到品牌连锁店 从全城济南到美国纽约 一步一景讲述文化历史 一菜一席彰显卤菜魅力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中国八大菜系 卤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